新京报时,记者,刘怡王洪春,28日中午,科学狂人贺建奎,现身香港大学里召集会议中心,向公众致歉,并对自己的研究过程进行披露,新京报记者对贺建奎长达18分钟的发言进行整理。 一切是婴儿目前情况如何?贺建奎发表主题演讲实测,露露娜娜已经健康出生,检测之后发现结果符合预期,两个基因血裂得到预期效果的改善。 在演讲中,贺建奎表示,虽然基因测试发现了一个潜在的脱把风险,但是距离其他的基业都很远。 之前我们发现过这个问题,也告诉过婴儿的父母,而小方对研究是否知情。 贺建奎表示,由于实验的保密性不强,所以相关数据被泄露。 但是其同时称,整个团队做出了努力,对整个研究结果的一系列总结。 关于贺建奎目前供职的南方科技大学对这一实验是否知情,其在现场表示,我的大学完全不知道我的这个实验,怎有多少对夫妇参与实验。 在峰会现场,贺建奎趁,实际共有7对夫妇参与基因试验,研究团队对大约30个胚胎中70%进行了基因。 贺建奎说,共8对志愿者夫妇进入试验,有一对中途退出,之为父亲HIV阳性,母亲HIV阴性。 此前曾有媒体报道,南方科技大学贺建奎研究室官网发布,针对参与实验志愿者的知情统一书称,项目目标在于生产免疫艾滋病毒婴儿,研究团队将对婴儿进行至少18年的健康随访。 此外,项目组承担每对夫妇的实验费有28万元,志愿者无故退出项目需要偿还此前项目组提供的所有资金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,AO。